我第一AMC金 OK 对 今天在外面听了很多东西 回到房间告诉我们 所以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录音 你说AMC金八卦 是吧 就是一个信息的搜集者 回来分享一下 来 先问一下 那个 炫哥 其实我可能参加活动稍微晚一点 所以稍微慢半拍 后来才知道 有这个最佳室友讲 如果是我 我也会提名卓哥 是吧 是的 因为我们都非常地小心 不去打扰对方的睡眠 不止只有我这样而已 其实他也是 这样 炫哥是被撞得轻一块子一块的 卓哥是把东西都撞烂了 我觉得我最好的地方 不是不打呼噜 就是每一次 我是帮助挡镜头 挡镜头把那个 比那个 麦克 保护自己的眼神 下次你也盖上 我就给你拿下头头的 下次盖你头的 我们对着你拍 OK 那下一位 Ricky 我感觉其实每次我在宿舍穿那么吵 主要是提醒你们 其实应该睡觉了 不应该再吵闹了 没有吵闹 那狗哥 腿白的狗哥 整个所有哥哥里面 我是最晚睡觉的一个 对 我常常真的五六点 在外面晃 那个摄影机都关机了 然后我还在那边晃 对 所以就是 就不太吵到别人了 早说干得我睡了 我以为 看来大家喜欢的室友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不吵不闹 然后不影响睡觉 好 爱津哥 来 我会想起当天 我们所有哥哥刚到 然后就进入那个要 选择 那个谁是你的roommate的那一刻 大家都记得 我就坐在那个椅子 我就很勇敢 很大胆 就看到有四个位置 三个已经 都已经被 有人了 有人了 就是台湾去 就是群世中的台湾去 我就说 好机会 我就过去 觉得很开心 因为就好像小春哥说 他就说 我就分享 所以是很开心的 对 其实我还想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他到底说了什么八卦 哇 好八卦了呀 好八卦了 不行不行 真的不能说 八卦就是很健康的八卦 健康的 可是非常八卦 对 每天就是 告诉你 你热狗平时 他看他戴那个墨镜 但是他很温柔的 但是他很温柔的 对 所有都是那种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